42024年的5月27号 两市出现了中阳线 上周两根中阴线 今天一根中阳线 但是没有改变什么 我们依旧判断这是第一个阶段上升的高位 请看文档的 第一张图 首先这根中阳线 这个下跌它没有收复一半 所以它改变不了什么 只有那种它能够改变结构的 它后面的上升可能会导致中华消失的 才会改变第一个阶段的高位的判断 目前来讲应该不会 首先这个地方全是绿角线 这个地方全是绿角线 然后这儿全是红角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 假如说市场在上走强 依旧不会排除前一个格峰的峰值 它的取值 只要这个取值进去 日线的增化就会存在 并且级别是大级别的 所以它的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如果向上运行 市场创新高 向上运行 日线的顶部 还是大级别的增化 并且空间超过3200点 我们还是要继续减仓的 那么前一天我们也说了 我们留了两层仓 如果后面在3200点之上 形成顶部的 结构 我们再减两层仓 但目前来看这种概率不大 也就是说5月20号 形成第一个阶段的最高点 这个判断的概率 是大概率 这里 今天的这个反叛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远离点的打一 然后我们说这个 需要观察差不多一个月 目前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一个月 这个涨涨跌跌很正常 市场的涨跌正常 我们需要习惯 今天是第五天 日线结构通常对应24天 一个月22个交易日 我们说一个月 基本上就是日线结构 所对应的周期 但是只是暂定一个月 没有说精确的时间 暂定 第二就是 空间还是时间为主的调整 我们不知道 所以只能说观望 现在坐进去其实难度很大的 你别看它 这个 上涨 但是你要做出空间来 其实难度很大的 近期还是以观望为主 多看少动 尽量少操作 观望为主 好吧 而且近期都 这个观点 近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近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20分钟也是 我们看120分钟 120分钟如果市场再上 会有一个120分钟的顶部的增化 所以这个地方再上的话 无非还是一个高点 它跟最高点之间相差也不太大 它不会把高点的问题解决掉 它不会 它仍然是高点 所以在这个为止上 我们主要还是判断第一个阶段的高位 再向上的话 超过了3200点 我们再减两层 如果不向上 破长期趋势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再减两层 这个将来来说 现在还没有定论 好吧 还没有定论 我们就保持着近期的 对于市场的观望标准 整体策略就是 多看少动观望为主 好吧 不难 不难 其实空间已经不小了 这不是空间小不小的问题 涨了三个半月跌五天 然后你觉得这个空间不小了 不是小不小的问题 对吧 你不能跌了就买 要有标准 要有标准 我说一个月就一个月 我不会大概量 不会在一个月整天买回来 你不能说 是吧 你这个卖掉了 然后市场跌了 10块钱的股票 卖掉了之后跌到9块5 你觉得 有5%的便宜客战 你就卖回来了 这没道理 没有道理 我们卖出不是因为它涨到10块 而是因为它具备了 时间定量 空间定量 以及日线的顶部结构 等等所有的标准 回避是针对于 以往的牛市初期的 行情的二浪 它的研究 做出了回避的 整体的建议 对吧 那么二浪它不会小 你要是这么小的话 我们回避的干嘛 假如说真的跌5天就结束了 我都不回避了 对不对 如果只跌5天 就到头了的话 我不回避了 下跌那啥 肯定是不判断这么小的跌幅 长到3.3看你就错过 你长头再说 反正现在没到呢 对吧 长头再说 科状50我们没有看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六大指数 六大指数 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上个指数 它是标的指数 好吧 我们不会因为一些其他的指数 来做决策 科状50你要看着呢 上车180看不看 上车30看不看 你看起来没完没了的 这个边 决策一定是把简单的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做交易决策 现在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假设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就是继续观望 好吧 大概率一个月内 没有啥太大操作 不会迈回 老师我的财经学院区 请问个股形成 绝不能耐的 咱们这都已经 四五年都招新生了 你这咋进来呢 走后门进来呢 请听系统课 听完了之后再说 大盘决定仓位 个股决定战场 我们刚说完 不好做 不好做 你就找到了有底部结构的个股 也建议你不好做 好吧 看上车就好 看得多不一定是好事 对 其他的就是作为一个补充 你比方说上车指数 前程结构的时候 其他的指数也有结构 这个叫做多指数之间的 鞋调性好 通常是加分了 但是如果其他的指数没动 上车指数前程结构 可能也要操作 只不过呢 就是鞋调性没有那么好 仅此而已 好吧 这一波 这个六大指数 至少有三个有结构的 日线的结构 日线结构对应的是24个周期 所以我们说一个月嘛 一个月嘛 想要说还有新的结构 新的结构形成还是一个月啊 日线结构就是对应24个周期嘛 周线结构就24周嘛 月线结构就24个月嘛 一般二分钟就12天嘛 90分钟就8天嘛 60分钟就6天嘛 建有仓位有顶部结构要换股吗 自己定啊 618听说6折真的吗 假的 不会是 死了这条心吧 往年618什么折扣 我们今年618就什么折扣 好久耐心点啊 从整体来讲呢 这个第二个阶段的调整呢 应该是 咱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就是今年的1月份 过去了 这个二就再怎么差 再怎么坏 再怎么不理想 再怎么让人失望 也不会 比今年1月份更坏 更差 更不理想 好吧 那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咱们先看一个月 不是说这个就一个月 这个 这个单阳测顶和这个时间定量呢 你比方说三个半月啊 假如说 假如说三个半月这个时间 因为现在还不能确定 5月20号就是最高点 我们只是说 它有很大的概率是最高点 第一个阶段最高点 但是我们还不能 现在就判定 5月20号就是最高点 如果能够判定了 比方说未来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还没有创出新高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上升的时间 就是三个半月 那么二浪 我们是不知道它调到什么时间 或者什么空间的 但是一旦二浪结束 三浪再起的时候 这三个半月就很重要了 能理解吗 而且 如果在二浪地点 有单日大阳线的话 空间定量也很重要 所以二浪 我们不知道它的空间 及时间的规模 但是呢 后面会有 就是一浪它的 空间和时间 对后面都是有影响 都是有影响 现在关键是不知道吗 老师会不会三到四月份 横着那一段时间是二浪 不是啊 不是 但一浪又太小了 好不好 那么第一个阶段 我们一开始就判断三个半月 这三个半月到5月20号那天 一天不差 刚好三个半月 最低点是2月5号 三个半月加三个月 零15天 正好是5月20号 520 如果你要是三月份的 那个算是二浪的话 那一浪就太小了 不会那么小 周平系统已经平瘦了 6月18号不会有周平系统 理解不理解 降流还是要大 现在就等着就好 最艰难的时间其实过去了 这个二呢 怎么说呢 这个肯定是不建议空间的 整体来讲还是低位 你要看998 1664对不对 然后这个包括19年 4月份以后 这几波行情呢 这个二 在当时看是应该回避 但是从全局看 回不回避都无所谓 是不是 从全局看是没有什么 没啥的 周平电脑的说服服务 会一直跟进吗 最少在未来会跟进一段时间 好吧 那有的都已经过了 过去六七年了 七八年了 但我们现在也在跟进 但也不能无穷无尽的跟进 突发奇想 3174是全年的最高点 这个我无法定义 我无法定义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 上半年的主要任务 是逃到第一个阶段的高点 这是上半年的主要任务 下半年再说 那你要是愿意这么定义 那是你的事 我们定义不了 你说的意思就是 今天下半年没行情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是够的 三个半月 到5月20号 我们就是再买两百份 再算三个半月 9月份嘛 那9月份后面还三个月了 是不是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可以问 多田的六屏 怎么设计内容 这个多田 你装那个家事专业板 上面有 首先默认了一个设置 其他的呢 你可以保存 自己随意保存 保存之后 然后调用 都挺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 这个 没有那批硬件了 没有那批硬件了 所以这个重新定制硬件 就相当于重新做一批 多支 太复杂了 想想一浪 对三浪的方法 的影响 这个就好比 一个平定的水面 你扔一石头 这石头的大小 决定了 一浪的波动幅度 一浪的波动幅度 对后面的所有的浪 全部有影响 能理解吧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在系统课里讲的 这个时间的 间接对称 就上升跟上升 是有对称的 比方说三个半月 那么第二波 二浪走的话 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是两个月 有可能是一个月 有可能是起一个月 我们不知道 但是再往上走 第一波的三个半月 会对第二波的上升 就是三浪上升 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吧 这就是间接对称 间接对称的核心思想 我们系统课里有讲 关于间接对称 我们文字课里头有客服 你直接找客服就行了 关于多成什么客服 这个服务电话的 这个问题 直接找客服就行了 会有专门人给你解决的 耐心一点 近期反正就是 光旺为主 光旺为主 好吧 二浪的难度 超顶的难度 要比伊朗的淘顶难度大 再说一遍 要比伊朗的淘顶难度大 伊朗的淘顶 毕竟是 范围我们就给 就会放在这了 时间三个半月 空间三千两百点 日线顶部结构 你说这都出现了 你说这有啥难度 你们告诉我有啥难度 但之前是有难度的 对吧 之前很多人就不知道 伊朗涨到哪 但是我们就一直告诉 咱们的血缘 就持股 没有大高点 就持股持股 一路持股 然后直到 直到第一波的高位出现 但是二浪就不好说了 二浪但是 我们先有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先看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再说 一个月之后再说 这一个月还要观察 它是不是N字转向 就是三浪每个ADC走势 看这个 还是希望 三五二零是一浪高点 飘涨五千了 还差二十五千 送你一朵小红花 我把你的小红花给收回来 现在是五千了 但是我们说的一个月 不是三十个交易日 我们说的是自然日 好吧 刚才我们说了 日线结构对应的是 二十四个交易日 它不是自然日 给你的小红花 小红花收回 三个半月是自然月 好不容易对小红花 还要收回 这个混乱嘛 它说的五个是交易日 然后说什么 我们还有二十五个 那不就变成三十个交易日了 等着吧 等着吧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反正从以往的 二浪的角度来讲的 这个深度是有的 以往 以往行情的二来讲 深度是有的 没有深度的话 我们就不悔悸 今天不悟悟 今天就会不欠课 上次就给那什么了 就会补完了 但是其实今天的课 它的合心思想是什么 这个地方如果再上的话 还是一个顶结构 它不解决一个阶段高点 高位 不解决这个问题 再上还是高位 不上高位已经形成 所以于交易决策上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然后我们之前说 如果再上 三千两百点以上形成结构的话 我们会再减两上座 如果不上的话 这两上座就破趋势再减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太大改变 策略上没有太大改变 既定 坚持既定的交易策略不变就行了 没有啥改变 好吧 但整体来讲 就是说这里仍然是低位 二 不管第二个阶段的调整 不管是什么样都要买回 能逢地买就逢地买 不能逢地买 逢高也要买 但是该回地还是回地 未来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把握好当下 所以先看一个月 先看一个月 不多讲了 15点58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